那就甭提他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 自从接了你这单呀 我专门挑优质单身男房客给你 而且必然调查婚姻状况 就这个 我绝对是本着咱俩多年的友谊 还有我已婚妇女的道德责任感 才介绍给你的 你给我打住吧你 你是不是收我爸妈钱了 你赶紧趁人没来 跟我说说这件什么情况 单身男性 三十多 三十多 五到四十 又高 又帅 刚从美国回来 就在咱这儿待两年 在咱们是一个大单位就职 他昨天一下飞机就去工作了 这刚忙完才有空来看房 也敢巧了 你这不也刚忙完吗 怎么样 不错吧 单身男性 三十多岁 又高入帅 美国还归 就在这儿待两年 本事大单位 也是刚忙完 拜拜 志愿 正义 让她走 让她走 住人们就点东西 房间我给 潑 都是同事 多好呀 互相都理解 这聊天话题都多 张大夫 今天徐方英的手术顺利吗 顺利 那手术中有没有出现什么需要傅老师和您一起解决的问题 没有出现需要我和傅院长一起解决的问题 那我再问一句 既然按杨主任总是宣扬要优化分配资源 以后胸外所有的高难度手术 傅老师主导 您都愿意当医主啊